主感谢您的聆会 人虽然少 但是聚在一起 专心的来聆听 严姊妹向大家摆上的 通过她的口来传递的 祝你的声音 也 愿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愿圣灵降在我们的心里 敞开心 安静的 通过 通过话语 来感受你 清静你领受 你在我们心里的 美意和安排 谢谢你 这样美好的一个早晨 感谢主 以上祷告奉主 耶稣基督得名 阿们 阿们 好 我们现在 那个大家都已经 就听了 两次 那个 袁行老师的这个 时针的课了 今天呢是他 我们就不再介绍 今天是他的 第三次 讲他的这个课 他马的意 那么我们就把时间 交给 颜行老师 好 有请 颜行老师 谢谢 张台老师 谢谢 这样一个安排 给我们一个机会呢 我们在一起 有一个 学习 分享 交流的时间 那好 我们就 今天呢 我们就来 一起来学习 圣经中的 这样 一章啊 是在 创世纪 三十八章里 所记载的 一个故事 他马这个故事呢 是一个 对于很多人来说 那么都会觉得 是很不可思议的 一个看上去 蛮荒谬的一个故事 但是就是在 这样一个故事里 如果我们真的 那在圣灵的带领下 把这个故事 能够完全地打开 我们真正看见 神存在 这个故事里边的美意 我们就能够 真的是有极大的得着 他马的故事 说起来呀 真的应该算是 旷世奇闻 照人的一般的 这种道德的认识 来理解 伦理的观念来看 那绝对是一件 败坏的事情 儿媳 找公共乱伦 却被说成日益的 这件事 真的很难理解 那么 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圣经 为什么要称赞 这个伤功败俗的管理 有很多的解释 都说呢 他马是为了给 前面死了的那两个 犹大的儿子 刘厚 认为呢 这样一个意念 算是好的 但是问题是 他马跟他这个公共生的 那个孩子 怎么说 也只能算是 那两个死去的 犹大的儿子的 弟弟 不能算是他的后代 对不对 所以 是你看圣经 也会看到呢 圣经从来没有把 他马 所生的 法勒斯和谢拉 算到 尔和 俄南的名下 都是直接 归在了 犹大的名下 那么 这件事呢 有很多 造成 不太好理解 的地方就在呢 一方面呢 很难 理解 另一方面呢 可是神 又在圣经里边 给了他马 很高的地位 不仅他马 是第一个被编入了 主耶稣家族的 一个女性 而且呢 在他乱伦的后代里边 有大卫王 也有 主耶稣 那这怎么解释呢 所以 这件事 如果你 不能够明白 神 为什么 不仅 不算 他马 为有罪 还 反过来 算他为 义 给他 极高的地位 那么 这个故事 就等于 没有解开 你就 没有办法 去明白 他马 义在何方 那么我们 看到圣经 如此的称 他马 有义 那么我们 只能是 跟随 圣经的 这样一个结论 然后呢 我们也 称 他马 有义 那么就 只好呢 去为他嘛 去编一些理由 那么至于 为什么 他是义的呢 我们就尽力的 去找原因呗 那么 如此来说 你由于 没有 真的 理解的话 那么 你在这里边 能得着 什么样的 宝贵的 教义 以至于 你的生命 能在 明白 他马的 意中 得以成长 我记得我在 我教会里面 问大家啊 圣经说 他马是义的 我们也 如此说 那你可 怎么学呢 然后大家就 哄堂大笑 好像 真的 没法笑话 对吧 如果 说 我们 在这里 讨论 讨论路德 讨讨 哈拿 就是 撒姆人 妈妈 或者是 以斯田 大家马上就 立刻就知道 我们学习 他们什么地方 可是他马 真的好像 比较难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 花一点时间 来 一起来看 什么是 他马的意 这个故事 记载在 《创世纪》的38章 它是 这一章的一个核心 也是旧约的一个 著名的难题 那么我们呢 这一次呢 我就想呢 把这个说文解道的 这个 试经的方法 在 这一次 我们一起来 学习的过程中呢 我们 能够运用一下 借着这样一个 试经的方法呢 我们来 这个尝试着 去清楚的 看见 神 说的是什么 这就叫 说文 我们 在文本里边 明白 神讲的是什么 然后 借着对 圣经文本的 一个 清楚的理解 然后我们 能够真实的 明白 神的旨意 和神在其中的 给我们的带领 这就叫解道 所以呢 今天我们 借着来讲 他法的义 把这样一个 试经的方法 也和大家一起呢 来有一个 有一个分享 我不知道 我的这个上面的条 是不是挡住了 是不是挡住了 挡住了 屏幕 没有 屏幕 好的 那好啊 那我就不理他了 那么 在创世纪中 38章 就是他马的义 这一章 这一章 它是很 很特别的 熟悉圣经 都会明白呢 37章和39章 是 衔接的非常好的 所以我在这里 有这么一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两个箭头 里边呢 写上了 37章 最后一句 和39章的 开头 大家会看到呢 它本身 衔接的很好 就是37章 最后写的是 米甸人 带约瑟到埃及 把它卖给 法老的内臣 护卫长 波提伐 然后我们跳过 38章 直接看39章 39章起头说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 有一个埃及人 是法老的内臣 护卫长 波提伐 从那些带他 带下他来的 以示玛丽 打错一个字 手中的买了他去 那么我们会看到呢 如果没有 创世纪38章 那么创世纪的叙述 是很流畅 很完整的 所以这一章呢 是插进去的 而插进去的这一章呢 它事实上 无论从时间看 还是从内容上看 它和前后两章 都并不直接相跟 因为这个故事呢 它根本就发生在 比39章还要靠后的多 那么为什么把一个从时间上在这之后很久以后发生事情要专门提过来放在39章这个地方 这38章这个地方呢 那么所以我们会看到呢 这一章是神特别赐下来的一章 那么这一章就是非常宝贵的 这是神专门赐下的一章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在里边呢 去思想一下 下面我稍微介绍一下 我先用一点时间啊 把这个 它码的故事 也就是说38章内容呢 我们快快地过一遍 然后我们进入分析阶段 那么我们先看 37章到42章呢 这个时间跨度是22年 38章的故事应该是发生在 这个82年这个时间段的后期 那么主人公呢 男主人公就是尤达 前因我稍微讲一下 因为38章跟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是有关系的 首先是约瑟被卖 我们刚才讲的37章的结尾就在约瑟被卖 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了埃及 但是呢 他们欺骗雅各 说约瑟不知道 这个约瑟属于失踪 我们只找到了他的血液 那个彩衣变成了血液 给了约瑟给了雅各 那么雅各就 把约瑟死信以为真 这件事 雅各是非常有头脑 聪明的一个人 所以他在这件事上严重怀疑 前面的十个儿子 在这件事上有罪 但是他没有证据 因为这样一件很 很窝火的事情 很窝心的事情 所以呢 在37章的结尾 就是37章一共是36节 在35节的时候 雅各有这样一句话 他说 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 那么这一句话 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句话就意味着 雅各悲痛之至 他从此就立定一个规矩 在我的家里 要永远 处在一个丧掉亲人的痛苦 永远居丧 所以他说 我必悲哀着 这个下到阴间我儿子那里去 这一句话就意味着 雅各让这个家 只要他活着 就在居丧的环境中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家 永远没有欢喜 没有娱乐 也没有节庆 每天都在丧掉亲人的痛苦中 一直到死 换句话说 就是把悲痛进行到底 那么这个家的气氛 就冷到了冰点 这个时候雅各大概多大岁数了呢 雅各大概114岁 大家自己有兴趣可以算一下 雅各老了 可是他的儿子们还年轻啊 麦约瑟的那十来个 那十个儿子 大的还不到30当时 也就二十多岁 他们怎么能这样活一辈子呢 特别是这十个儿子中最聪明的 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尤大 他更受不了 他最有才气 最有领袖气质 我们看后面的故事 我们对尤大是有了解的 所以尤大就不肯这样 在这个家里再活下去 这个家不能待了 所以呢 尤大要活得舒畅一些 所以他就走了 他要去自己到外边去寻找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信徒 这个故事差不多呢 到这个地方呢 就有点像路德记的那个翻版了 我们知道路德记也是因为这个尤大 这个地方没有粮 所以他们也走了 那么我们会看到呢 南欧米的丈夫 以利米勒带着全家人就到摩亚去了 对吧 所以尤大这个时候呢 也就走了 所以38章 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一章的第一节就是 那时尤大离开他弟兄下去 尤大离开他弟兄 然后圣经后面用了下去两个字 那么其实呢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这种表达都含着一些 这个道德价值的评价 那么他是在走下活路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故事背景讲一下 既然尤大离开了仰克家 放飞自我 到了迦南地 然后呢 他就开始呢 自己怎么样呢 就是任意妄为 偏行几路 所以呢 尤大就开始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那么他看见一个迦南人 名叫舒亚的女儿 就娶她为妻 然后呢 他就在这里一直呢 开辟自己的生活 好像过得还不错 对吧 他后来可能也牛羊成军 以至于他也会去参加 那个剪羊毛的那个大节庆 所以呢 他在这个迦南地结婚 还先后生了三个儿子 而且呢 长子也长大了 然后就为长子取了妻 现在呢 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他嘛 就这样出现了 他嘛就是 尤大从迦南地 为他长子取来的 这样一个妻子 他的儿媳妇 那么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创世纪38章7到10节的经文 那么尤大的好日子 马上又到头了 我们看到呢 尤大的长子尔 在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 耶和华就叫他死了 然后 尤大对这件事呢 你会看到 他没感觉 尤大就照他自己的心意 接着把这事往下办 所以呢 就对他的二儿子 俄南说 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 向他尽你为地的本分 为你哥哥生子立后 可是俄南比尤大还聪明 俄南知道呢 生的儿子不归自己 所以同房的时候 便宜在地 那么免得给他哥哥留后 然后你会看到 朱体字 俄南所做的 这件事好像没有人知道吧 但是 在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 耶和华就叫他死了 全本圣经里边 在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 这个用法 这是最早的两次 第一次和第二次 都出现在这里 其实如果你去查原文的话 那么 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 只出现在 这个第七节 犹大的长姿 而在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 俄南所做的 这个是中文翻译成 在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 原文不是这样的表达 也就是说呢 其实只有一次 因为我们知道 在圣经中 当有这样的恶出现 并且神马上就击杀的时候 往往第一次 神是不容的 无论是 这个 尤打的长得尔这件事 我们知道还有后来 这个 亚伦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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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个怎么样呢 这个 这个 他们两个 是 是 用反火 所以 也被神击杀了 后面还有很多 这一类的事情 属于圣经都会看到 那么 这是神的 这个 做法的一个 可以看为 神的一个道 神的一个原则 所以在 其实在 《猎王记》里边 你会看到呢 当神评价很多 犹太王的时候 会说 他行 这个 他所行的 在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 但是呢 只有评价 却没有后面的 立即的击杀 其实这不意味着 神 只管第一次 后面 就放松了 那么 其实这里面呢 有那么一点点 错觉 来 存在其中 不是神 对后面所做的 就不管了 当神让你看到 第一次的时候 你当知道 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所以 你若想 以为神 不管 然后你就来放纵 毫无惧怕 那么 是不可能的 只是 不一定 就在当场 不一定 就在 犯罪的人的 今生 但是 神的审判 就是 那个 不变的 神的公义 要完成的 那是 那是 不能够 被 被忽视 那么 在这件事上里面呢 犹大 这样一个 很有能力 很聪明的 这样一个人 他离开了 以色列家 他进入世界 以他的能力 他的世界上 是能活得 很好的 但是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几些经文里面 可以看到呢 他的生命方向 必然是迷茫的 以至于呢 他的眼睛也昏滑 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 他却不知道 这是神的击打 他把这个原因呢 归到了他妈的头上 那么我们 换一个角度 看他妈 他妈嫁到 犹大家以后的经历 第一个丈夫 是尔 是神 叫尔死在他的罪恶中 他妈 遵他的公公 犹大之命 与尔的弟弟 河南同房 结果怎么样呢 他被河南欺负 并且他无处诉说 因为这件事 这是隐私 无人知晓 所以他们不仅 受了河南的侮辱 他更要承受一份冤屈 因为别人没有看见 河南的行为 但是 别人就会指责他嘛 你没有本事生孩子 你没有生育能力 你肯定有问题 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的这个文化里边 一个女人不能生孩子 甚至且不说不能够生孩子 单单生女儿不能生儿子都是 都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所以在这件事上呢 我们会看到呢 他嘛 他落在一种孤苦无告的境地 没有人知道 他嘛不能生孩子 责任不在他 那么 无人知道 但是呢 却有神知道 我们看见神 再次出手 击杀了恶人 河南 那么这两件事发生之后呢 在人心里的这样一个 引起的影响是什么呢 那么犹大就开始 对这件事有一个反应 他心里说 恐怕施拉也死 你看 他根据经验来推理 儿死了 俄男也死了 都因着他嘛 所以呢 这是他嘛的责任 所以他就让他嘛 回去 在你父亲家守管 等我儿子施拉长大 我们都知道 这是犹大的一个 一个借口 其实他根本就不想 让他嘛再回来了 但是他嘛 无奈就回去住 在他父亲家里 这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看看 犹大的光景 犹大我们看到 他三不知 第一 他不知道 他的父家 和他现在所在的 迦南的群联 他从父家 出来到迦南 就是觉得 父家太沉闷了 还是外边的世界 很精彩 那么他的长子 儿死了 他不知道原因 次子儿 次子儿 男也死了 他也不知道原因 那么他就把这个责任 归到了他妈身上 那么 这个大家能理解 在中国一些农村 也会有这样一个说法 说客夫 上门星 等等 这样的一些说法 都是有的 然后我们 再看经文 过了许久 犹大的妻子 苏亚的女儿死了 现在呢 是犹大自己的 妻子也死了 犹大得了安慰 这句话 翻译的不太好 他的意思就是 犹大过了 那个居丧期 居丧的时候 不能娱乐 不要穿的 这个 穿成丧服 这些衣服 那么过了居丧期呢 他就可以回到 正常的过程去 所以呢 就翻译成 犹大得了安慰 其实的意思 就是犹大 可以从丧妻之痛中 这个解脱 可以过他 这个长日的生活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赶到 赶上了 他的朋友 亚杜兰 这个亚杜兰人希腊呢 上廷拿去 去到 他剪羊毛的人那里去 我下面 有一个简单的总结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 这一段经文 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 一个 是犹大的妻子死了 他是一个 丧偶的官夫 还有一个呢 是 这个犹大 为妻子 居丧期过了 那么他现在呢 可以回到 正常生活中 他又单身 无败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 犹大 开始去 参加 简姚王活动 这是一个 欢乐的季节 好 那我们往后看 经文说 有人告诉他嘛 说你的公公上廷拿 剪羊毛去了 他嘛 见世拉已经长大 还没有娶她为妻 就 脱 我们看这几个动词 脱了她做管夫的衣裳 用帕子蒙着脸 又遮住身体 坐在 停拿路上的 伊拉印城门口 这就是 现在呢 我们看到 他嘛 有了一些动作 他嘛的情况 第一 他长期守寡 在娘家 这又 过了许久 那么表明了 世拉长大了 可是犹大却不让 世拉娶她 这三件事 加起来会有一个 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个结果 落在他妈身上 就是一件事 就是他 不能回到 犹大的家中 他手把在娘家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说法 圣经写的是在妇家 然后呢 世拉都长大了 还不能让他 他妈回来取世拉 说明了 犹大 不要他 他 已经在他的妇家 待了很多年了 那么他不能回来 大家注意这个细节 那么就是 他妈不能回来 为此 他妈采取了什么行动呢 第一 他脱了管货的衣裳 因为如果 你是装作妓女的话 那要穿得 艳丽一点 或者是怎么样 性感一些 然后用帕子 蒙上脸 遮住身体 这大概是 这个 这个妓女的一些 一些这个装扮 所以我们会才看到呢 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 因为他蒙着脸 犹大就 转到他那里去说 来吧 让我与你同情 这几个词啊 其实你就看到 犹大啊 他的心思荡漾 在那里开始打主意 但是呢 他缘不知 是他的儿父 所以他妈在这里边呢 来来来做事情 所以他妈说 你要有我同情 把什么给我呢 我们看到呢 他妈设计 由大落网 所以经文里面就说 他说 我给你什么 当头呢 他妈说 你看他妈说的 非常的明确 显然他妈是深思熟虑 张口 就是这三样 你的印 你的袋子 你手里的杖 这三样东西 都代表着 犹大的身份 就像你现在 你带的身份证 犹大没有多想 犹大就给了他 与他同情 他就从 犹大怀了运 他妈起来走了 除去帕子 仍旧穿上 做寡妇的衣裳 那么整个这个件事 他妈就这一个目的 现在 他妈的目的达到了 这一段呢 就不细致读了 就是犹大找不到他 他要送一只山羊糕过去 把印带 那个带子 这个帐拿回来 但是没有找到他嘛 现在 大家想 犹大是不是一头雾水呢 犹大这么聪明的人 他现在觉得 很难 很难明白 他遇到了什么事 对吧 明明有未记忆 明明还谈妥了条件 他明明还付了信物 怎么没有结果了呢 犹大解释不了 只好 算了 当犹大算了的时候 这个事情却没有算 过了三个月 有人告诉犹大说 你的儿父 他妈做了禁运 且因形引有了身孕 犹大说 拉住他来 把他烧了 你看犹大说 这样残酷话的时候 说的非常的平常 他一定不是用恶狠狠的口气 因为他根本就 也看不上他嘛 也对他嘛 也一直想摆脱 那现在把他烧了 把他除灭 这事就了了 但是 没有想到 他嘛被拉出来的时候 便打扮人去见他 公公对他说 这些东西是谁的 我就是从谁怀的运 请你认一认 这印和这袋子 并账都是谁的 他嘛 显然 心有成熟 那么犹大只好承认说 他比我有异 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 是拉 从此 犹大不再与他同情了 后面是余音 他说 他嘛将要生产 不料 真是没有想到 他父母里是一对双生 后来我们知道 生出来这两个孩子 是法勒斯和谢拉 那好 我们前面的这个 关于这段故事的描述 我们这样讲一下 我们下面呢 就开始进入我们的 这样一个说本解道的试经里边 我先讲一下通常我们看到的解释 然后呢 我再分析一下这些解释 我不接受的原因 我在这里毫无一个 就是把别人都推翻 就说他们都是没有道理的 我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 而是说呢 这些很有名的 我这里引用都有名的 这样一些查经的资料的 这个信息来源 我也常常去看 我最初想明白他嘛意的时候 我也借助过这些资料 只是呢 这些都没有真正帮到我 那么后来呢 我是在这个 说文解道的这样一种查经中 然后找到了真正的这样一个答案 所以呢 我在这里呢 只是想跟大家说 我们看到呢 这些 这些无论是网站上 还是报刊上的这些文章里的内容 那其实呢 都是一种 一种一种人的推测 不是 不是准确的 比如说 华人精图查经资料网站 这是一个很大的网站啊 是大家常用的 我只把它的贴出来 这都是它的内容 我只是红色部分的来表明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他是不是有理啊 他讲 他比我有益 他的这个解释是 因为犹大不守诺言 没有叫小儿子娶他嘛 为自己的长子 生子立后 所以呢 他嘛被迫采用策略 使他前夫得以有后四 这按传宗接代的意义来说 他嘛比犹大更有益 那么我在一开始就 就这个 就讲了 这显然不是这样一个道理 因为他嘛 如果按这个道理说 他嘛 应该去找世拉 而不应该是找他的公公 他跟公公生的孩子 只能算前夫的弟弟 而不能算后裔 对吧 那么圣经专注 专卷注释 是这样解释的 说这里显示 他嘛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来取得后裔 可以想象后裔 对当事人有多重要 也可以间接看出呢 犹大确实 严重地窥负了习户 那么等等哈 这是 这都是那个网站上的原文 这是 这些解释都 不是准确的 还有 圣经综合解读里边呢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呢 他比我更有益 他把它理解成一种比较 所以他说呢 不是说他嘛 没有罪 而是说相比之下 比犹大好得多 大家想想 你接受这样一个解释吗 如果他嘛 也有 也有罪的话 那么 圣经 可是一点都没有显示 这样一个意义 我下面有一点点点评啊 我说 经文中呢 这个犹大 并没有犹大公开认罪 悔恨的 这样一个内容 如果说 与他嘛同体是罪 那么 他嘛罪 是在前面 对不对 他嘛的罪 比犹大的罪更大 怎么能说 他比我更有益呢 福音家园 这就是今年 8月17号写的 他说 他嘛是为自己 争取权力的女人 一个为自己 争取权力的女人 至于圣经 给他那么高的评价吗 圣经既刊 那这个 在北美是 这个 很多地位姐妹都熟悉的 我不知道在 澳洲的情况 那么 何春勋牧师呢 他有一个专门的解经文章 他的题目是 犹大和他嘛 他嘛在耶稣家谷里 占有一席之地 他是怎么解释的 他说呀 为了言绪后代了 他嘛被迫用欺骗的手法 从犹大生子 按传宗接代的意义来说 他嘛比犹大更有益 然后 我把一些地方 画红啊 突出出来 他说 他嘛更盼望 有子孙的出生 可以承受产业 那如果他嘛 是这么盼望 可是 士拉有子孙的出生 也不一定需要他嘛呀 士拉长大自然会结婚的 这不是一件 非他嘛 莫属 这莫属的事情啊 好 那么我们 就先从说文开始啊 所以我前面是 说文解道呢 我把说文 先这个打成重点 然后我们来看 那么我下面 我下面透过说文啊 来看呢 我不接受 他嘛是为了给 犹大两个死去的儿子 留后之说 那么我所给出的理由 都来自经文 都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 那么我们来看 在这一章的十四节里边呢 他嘛见士拉已经长大 还没有娶他为妻 这里边呢 提到了士拉已经长大 士拉已经长大 意味着什么 士拉可以结婚了 那么 士拉可以过夫妻生活了 但是 犹大没有让士拉去娶他嘛 那么我们来看 如果他嘛 单单是为了给死去的 儿和儿胆留后 士拉长大了嘛 他应该去引诱士拉 因为 从客观来讲 引诱士拉 他这样一个年少无知 生命力旺盛的一个小伙子 肯定比引诱 处事成熟 足智多谋的犹大 要容易得多 风险也会小得多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呢 而且 犹大 与他嘛 有了孩子 若拿去做 儿和儿男之后 也很荒唐啊 所以 如果 按照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解释 那些 试经的解释 说是为了留后 把这件事 算为他妈的义 那么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 他不成立 这个 这个逻辑不成立 这是理由之一 我们再看理由之二 啊 在这一章经文里面 中文的翻译中 有两字提到 啊 我这写错了哈 儿 经常有打错的地方 由大的长子尔 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俄男所做的 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后面结果都是 耶和华就叫他死了 耶和华 也就叫他死了 你会看得很清楚 尔和俄男 是恶人 都是耶和华直接击杀的 呃 这个时间不足哈 所以我就 嗯 这个不想 再特别细的来把这个 这个打开 我这里口述一下哈 如果你用原文去查 它的结构很特别 它是神 然后是杀死 致死 然后又是神 那么也就是呢 前后都是神 中间是神的作为 杀死致死 这种表达是一种 非常非常强硬的 神定义要击杀的一种表达 那么我们就确知 尔和俄男 是耶和华 一定要除之 而后坏的 那么这样两个恶人 从他妈的角度来说呢 他妈又是这两个恶人之恶的 亲历者 所以他妈是深知 这二人当面 那么他妈有什么道理 不顾性命 也要为这两个恶人留后 对不对 而且他为这两个恶人留后 却被神算为义 这怎么可能 所有那些解释 他妈是为了给尔和俄男留后的 难道没有看见 经文里明确写出 神击杀尔和俄男的 这些经文吗 那么我们接着看 后面我有两个例子 一个是扫罗 当年他在撒玛记上里面 他没有按着神的命令 杀掉亚玛利的王亚甲 那么以色列进入应许地的时候 也没有灭尽迦南七族 这是构成试诗记的一个序言 在试诗记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 那么后来成为整个以色列的后患 你会看到除恶未尽 保留他们的后人 这是神所恨恶的 那按照这样一个 这个神的旨意 为尔和俄男留后 岂能解释为义呢 而且圣经在后面 我们也看到就在这一章里面 并没有说明 他嘛是为了给犹大的那两个死的儿子留后啊 所以这个解释 分明是人自己找出的一个理由 并不是圣经原文给出的理由 所以说文解道 只有你说文能说的准确的时候 你的解道才能是准确的 我们接着看理由四 在创世纪的后面 那么当记载这个家谱的时候 是这样写的 这个创世纪的四十六章十二节 说犹大的儿子是尔和俄男士拉法洛斯 写了 唯有尔与俄男死在迦南地 大家看到没有 上面说的是犹大的儿子 后面法洛斯写了 并没有说他们是尔和俄男之后 在其他的经文里面 比如马太乌因 我们知道有主耶稣的家谱 里面写到 犹大从他马士 生法洛斯和写了 等等 那么另外呢 在民数记历代至上啊 等等等等 很多关于家谱的经文里面 都是完全一样的这样写 所以全本圣经 一律向我们写明 他马生的这两个儿子 都归在犹大的名下 那么这就反过来说 把这个他马的行为解释为 替犹大的这个两个儿子 尔和俄男留后 完全没有道理 然后我们再看 第四 第四个理由 这个理由 其实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那么也就是在创世纪十九章里边 我们看到呢 罗德的两个女儿 当他们 索德玛被天火所灭以后 他们不是逃到一个 这个山上去吗 然后呢 罗德的两个女儿 将父亲罗德灌醉之后 分别和罗德同房 然后分别怀孕生子 你要知道 罗德的两个女儿 他们在索德玛那么多年 在那么一个淫乱的这个地方 他们两个都是处女 他们两个都是处女 他们两个都持守了真结 但是他们现在在山上 他家所有人除了他们几个都死掉了 所以呢 他们两个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父亲留后 大家注意哈 经文写得很清楚 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罗德的两个女儿 不是为了淫乱和父亲同房的 明白吗 他是为了留后 这不是好行为吗 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加洗过他们的行为 也没有任何解经家 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说 罗德的两个女儿行为是异的 没有人这样称他们 而他们的后人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 也跟这个民族的这样一个乱伦的 一个一个一个污秽的这个血统是有关系的 那么如果说罗德的两个是女儿 他马是儿媳 那么罗德是父亲 尤大是公公 大家算一算 这个性质是不是蛮相似的 有本质的不同吗 如果罗德和他女儿的行为 不能够被接受 凭什么能够接受 他马和他公公尤大之间的这件事呢 我们再看圣经 我们还是从圣经里来看 我们来说文 圣经里还有两个人也是被神击杀的 就是亚伦的四个儿子中的长子和次子 拿达亚比赋 但是呢 如果你去看圣经的后来关于亚伦的家婆 你就能清清楚楚的看到 亚伦的第三个儿子和第四个儿子 以利亚萨和以他马 他们都没有努力的去给前面两个哥哥留后 不给他们留后 也不给他们留名 他们两个都是被神击杀的 所以 本就没有考虑过 也没有 这个圣经也没有提过 为那两个死了的 拿达亚比赋 留后留名的这样一些事情 那么最后呢 我有一段 一个参考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呢 摩西律法里边提到过 如果长子或者是兄弟 兄长死了没有后人 他的弟弟当尽本分 这个在生命纪里是有的 但是我们知道 摩西律法是四百年以后才搬下来的 在 这个 犹大 这个时候 这只是民族 他不属于神的律法 神后来赐下这个律法 他的要求的目的是为了以色列 这个民族的存续 免得以色列各族中的有失落的 那么这和 这个四百年之前 由大家发生的事情 它是没有直接相关的 所以我们不能拿后面的 这样一个道理 去解释前面的 这个事情 好 后面 我们进入到解道的部分 我们透过说文来讲明一个道理 就是说 我们确定 他们和犹大 这个 这件事情 那么 不是为了给 尔和俄南留后 从而被解释为义 我们把这个 先做一个结论 然后呢 我们再看 那么 在创世纪 三十八章里面 经文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他只是给了我们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是 他们主动引诱了犹大 并且从犹大 怀了运 那么这件事 我在我教会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们没有分享完 我们只讲了一部分 大概我只听到一个姐妹 她看到了这个原因 这个姐妹说 她嘛 一切作为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定义要回到犹大家 我当时大大的给她一个 阿们 我们要解到 就是要解开这件事 背后所隐含的重要信息 她嘛 去勾引犹大 她嘛 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妓女 还 这个 不惜和犹大上床 并且从犹大怀孕 她是要回来 这也是犹大在真相大白之后 才恍然大悟 用这样的方式说 哇 她比我有异 那么我们能否在 这件事 这个事件中 看见耶和华 在整件事上 奇妙的作为呢 我们因着看见这些 从而认识到 这件事真正的意义 认识到神的心意呢 下面 我们就要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呢 我们看到 在创世纪 三十八章十一节里边 犹大 对她妈说 你回去 在父家手馆 等我儿子长大 到十四节的时候呢 她妈见世纪已经长大 还没有取她为妻 救 后面我就省略了 重点就放在救 我们在这里边去看她妈的心 而和俄南死以后 她妈被犹大逐回到自己的父家 我后面有波折 大家注意 她的父家是哪里 回到父家意味着回到哪里 就意味着她回到了 她的迦南的家族 回到迦南里边去了 那么 在经文中 我们前面 前面这些经文中 我们可以看到 她一直在附加手馆 在等待 她等待什么 她等待 可能有朝一日 世纪长大了 犹大让她回去 但现在世纪已经长大了 犹大不接她 他们现在明白了一件事 他们明白 她回去无望了 所以才有了十四节的这个字 救 救 这个救后面 是她妈的决心 是她妈的决定 她妈要铤而走险 她妈装成了 祭寅 她来引诱她的 公公行淫 那么 我们 实在可以说 这是一个有罪的计划 她妈变装 然后去骗公公行淫 大家知道 这件事放在任何的社会 任何的世代 都是天理不容的 都是当死的 那么 这是一件恶事 你不能说这件事是跟犹大犯的就算是有意的 这是说不过去的 而且犹大他根本就不知情 她妈是故意的 你凭什么来说 他妈有意呢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 圣经当讲到 他比我有意 就是在二十六节这个地方 我先提前说一下 大家可以看 二十六节 说 犹大承认说 他比我有意 这是中文的翻译 原文比这个强烈的多的多 因为原文 那个意不是个名词 不是一个定性 就是说 他妈的作为呢 算为意 不是这么简单的 那个原文是动词 动词是什么意思 动词代表着 他妈 就是在行义 他妈在这里所做的 根本就是在行义 你根本就不要去评价他有意 他妈一出手就是义 不是名词 是动词 很厉害的 我们后面来解释 先给大家呢 非常强的 把这个概念放在这里 他妈不去找诗拉 不去找那个已经长大成人的诗拉 和诗拉如果有关系的话呢 更容易怀孕 更容易生子 他妈根本就不找 他妈越过诗拉 直接去找犹大 那么就是要表明一个意思 我不是为给那两个死者留后 我就是要回来 我们继续来解释 那么有一个关键点 他们干嘛一定要回尤大家 尤大家有什么好 他在尤大家得招了什么 大家想象 先跟了一个叫阿尔特丈夫 恶到极点 被神击杀了 虽然圣经并没有详细写 而有什么恶 那么作为妻子 他妈肯定知道 俄男的恶 那他妈更清楚了 陷他妈于一个 这个无处申诉的 这个这个冤屈痛苦中 他妈难道不了解吗 他妈是尔和俄男 恶的当事人 但是他妈还非要回到尤大家 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去想 尤大的家 和他妈自己在迦南的家 有什么不同 他妈是迦南人 他对迦南的光景 对迦南的习俗 我们再接着说 对迦南的败坏 他肯定是深知的 所以我后面有一个参考 大家去看 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里边 耶和华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就提到一句 这个以后 这个几百年以后呢 这个 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一直在 在埃及地 因为那本地人 本地的迦南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所以我们就知道迦南人 已经很有罪孽了 只是还没有满盈 这个没有满盈 不是罪还不够 是神还给他一段时间 好让他们 有一个可能的机会 但是呢 他们持续的作恶 对于他们来说 他加入犹大家 就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家庭 这个家庭 跟他在迦南的家庭 很不一样 大家想想 他嘛 一定是分明地感到了 有些什么不同 而且他是这个不同为宝贵 我们后面再讲 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 我们读经试经的基督徒 感到了吗 你会说 有大家并不比家能好啊 诚然 耳后恶难是恶人 我后面有一个简短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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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的一个 一个思考的 一个方向 比如说 古月八号的这个教会 他们的教徒 他们历尽千辛万苦 来到美国 那么我们知道 美国也是充满了 各样严重的问题的 但是你去问 五月花教会的人 他们分明感受到 和他们离开的那个地方 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实在是 这两边 是极为不同的 社会政治环境 嗯 嗯 他妈 在 犹大的家里 虽然 他经历了 很深的苦难 但是 他妈 他以他非常强的名单 我觉得这是他妈最好的一点 是最值得我们去思考 去学习的一点 他妈的敏感 他妈对什么敏感 我不断地愿意提出一些问题 把答案往后放 我在这里呢 先用他妈和路德来做比较 因为我实在地感觉到 他妈的故事和路德的故事 差不多是一个故事的两面 所以我也说 路德的故事像他妈故事的一个翻版 我们来比较一下 他妈 他是因着婚姻进入了犹大的家 先嫁儿后嫁儿男 但是呢 这两个恶人都被神击杀了 我们翻过来看路德 路德呢 也是因为婚姻进入了犹大人的家 嫁给了基连 然后基连呢也死了 死在摩亚地 我们看看南阿米是怎么解释的 我们都说哎呀 路德爱这个以色列 爱南阿米的神 是因为南阿米做了很好的榜样 这个解释也是不完全对的 因为你看南阿米他的敏感度远不 对神的敏感度远不如路德 因为南阿米对他自己经历的解释 是这样说的 他不断地说 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全能者使我受苦 那么你就知道 路德要跟随的这位神 是击打南阿米的神 是让南阿米受苦的神 但是路德坚决要跟随 这才是路德的价值 这才是路德了不起的地方 然后你看他们两个的 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 他阿米现在怎么样呢 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对不对 我们看路德 路德怎么样呢 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光景很一样 好吗 下面我们到最重要的地方 我们来解答 他们看见了什么 他们感到了什么 他们看到什么为宝贵的 因为他们看到了 耶和华 这是经文 犹大的张泽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耶和华就叫他死了 俄南所作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耶和华就叫他死了 大家数数出现了几个耶和华 出现了四个 我不知道我这个QTT后面打出来没有 这个我先口述跟大家 在创世纪 三十 就是在这一张之前 我们可以数到37张 在这之后 耶和华这几个词很少出现 那么在38张出现了四次 我不知道大家有敏感没有 你要注意到 现在犹大到哪里去了 犹大离开了他的富家 离开了雅各的家 到了迦南 犹大现在在迦南过日子 他根本就远离了他的富家 而耶和华神是雅各的神 可是现在 这雅各的神 跟着犹大到了犹大所在的迦南的家中 在他的家中 有所作为 执掌王权 弟兄姐妹 你注意到这一点没有 这个本来在那个时代 耶和华一开始拣选一个人 亚伯拉罕 然后是一个家庭 然后是一个民族 然后成为国家 在这个慢慢的渐渐发展的过程中 那么在犹大这个时候 神是雅各家的神 但是雅各家的神 故苦念这位犹大 到他的家中 去解决他家中 恶的问题 这岂可看为小事呢 四次提到耶和华 提到耶和华 怎么看人 耶和华怎么样出手 怎么样作为 这些事都行在犹大的家中 犹大完全不知道 但是犹大家中 有一个人知道 这就是他了 不要以为 他妈是为了 尔和俄难留后 他妈是为了耶和华 他们看到了神 他们看到 犹大的家 真的不同 这家里有神 这家里有神 有一个叫耶和华的神 这个神是公义的神 耶和华真在这里 对于犹大来说 我竟不知道 但是他妈说 哪里有耶和华 我就要跟随 这就是为什么 他妈一定要回到 犹大的家中 不是为了犹大 也不是为了尔和难 因为只有在犹大的家中 他能够接触到 耶和华这位神 他感恩这位神 他爱这位神 他要跟随 要舍命跟随 这是他妈的意义 这是他妈看到 他嫁入的这个家 和将来一切地方都不同的 这个家里有神 而这位神是公义的神 是赏善罚恶的神 这位神本为善 你要知道在圣经里边 耶和华本为善 这句话 一共出现的次数 是有限的 出现了十几次 最早最早出现的时候 也在耶利米书 跟犹大这书相比 隔着差不多一千五百年 那么你会看到 他妈真的了不起 他妈是何等的敏感 他看见了神 他就抓住了神 而且他知道 这位神本为善 所以当说 他妈有意的时候 你要知道 他妈是为什么有意 那么 他妈看到 我们继续解答 他妈渴望回到犹大家 与这位神同在 因为耶和华是犹大家同在的神 他在别的地方就跟这个神离开了 我们回过来再看他们和路德 我说这个故事 它是一个故事的两面 路德记是他妈故事的翻版 我们看 他妈返回娘家 他干嘛不在他的娘家待着呢 又大又不想要他 因为这就意味着他 他和这位耶和华神就永远失联了 就不再有关系了 这个是他们受不了的 翻过来你就看 路德记里边 南阿米怎么说的 是哪一句话叫 路德突然 受不了了呢 是南阿米对路德说 看呐 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 如果你也对这些词汇敏感的话 你马上就注意到 这句话对于路德是扎心的 这句话是深深的刺激了路德 因为南阿米无意的这句话 听者有意 路德就明白了 我若跟我嫂子一样 也回去 就回到了我本国 同时也回到了 我所拜的那个甲神那里去了 路德一下子就 就不答应了 所以路德那一串 感天动地的话语 就接着南阿米的这句话出来的 我就没有权打出来 这段话大家都熟悉 我只把最后一句 放在这里 大家看 路德说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我看了好多圣经的翻译版本 都差不多是这样翻译的 但是我去查原文 真的原文更棒 原文呢 把你的我的 你的我的都去了 就应该说根本就没有 当这些话没有的时候 就意味着 路德对南阿米的表态 根本就不是对着南阿米说的 就是对着神说的 这才是路德 更伟大的地方 他要这位神 哪怕他明知道 那个那个犹大帝 对外邦人都看的是猪是狗 他不一定能得到 别人的这个接纳和尊重 所以这个时候路德的表现 像不像主耶稣在推罗西顿的时候 遇到的那个迦南妇人 那个妇人对主耶稣说什么 就是狗 也吃桌上掉下来的渣长 所以 我不在乎被视为是狗 路德也是这样一个表态 多么了不起 我们看到 他阿玛 所看到的 所珍重的 但是犹大却 毫无感觉 我们看看犹大感觉到什么 他只感觉到 以色列的家 没法再待下去了 那个雅各天天哭上着脸 这个家一进去 就是郁闷 我们也看 犹大对耶和华神也没兴趣了 所以神在他家中 行了何等的大事 他不知道 那么他就靠自己的聪明能力 在世上打拼 以至于呢 他的生命退步 他的感觉迟钝 他两个儿子都死了 他都不明白 然后呢 他就用自己的脑袋做判断 得结论 他把罪都归到 那个无罪的塔玛身上 然后对自己毫无约束 随便就找静女去循环 这就是犹大的光景 那么犹大 他完全不意识到 他离开了他的父家 他试掉了什么 他试掉了什么 那么我们看 神的作为 在这个37 39章中间 插进去这一章 在这一章里边 神要做的 不单单的是要表彰他 我们知道神的智慧 其智慧是无边的 所以 当神出手的时候 就成就很多的美 犹大 他离家出走 在这里边 他意味着另外一件事情的发生 就是神所拣选的雅各的这个家 这个出了很多问题 也有很多罪恶的这个家 现在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分崩离析 约瑟被卖掉了 这个 这个犹大也出走了 我们不知道犹大作为领袖 他出走之后 有其他的人出走没有 那么 依和华神实在是看顾这个脆弱的 他所拣选的家庭 我们真的是看见神亲自下场 去寻找迷失的亡羊 神亲自到 犹大的家中 犹大已经跑到迦南去了 那么这位神就下到迦南 为要拯救尤达 我在这里有这个资料 告诉大家 从32章以后 一直到全本创生结束 耶和华这个名字 这个词汇 一共出现过13次 你数数 从32章到50章 都不止 13章 但是耶和华这个词 只出现过13次 其中 38章四次 就是现在我们查这张 39章八次 39章在哪里啊 39章是约瑟在埃及 八次 看到没有 神到外邦中 也要与尤大 也要与雅各家的 这些儿子们同在 所以39章是在埃及 与约瑟同在 出现了八次 最后一次 是这个雅各 为他的 这个儿子们祝福的时候 提了一句 所以有意思吧 当32章 我们知道 就上次我们 这个讲到 雅各和神摔跤之后 也就是从那一章之后 耶和华这个词 就出现过这些 这么几次 而在这几次呢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全都在外邦之地 你去读 使徒英伦 你也会发现 主耶稣的出现 在成立教会之后 也是在外邦之地 和保禄 同在 那么 这都有意义 给在这里呢 提一句 给大家一个提醒 我们今天不讲这些 那么神杀死了 犹大的恶子 来警示犹大 但是犹大呢 不明白 那么犹大 仍然是偏行几路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道 来看看 他们自己设计的 这个计划 成功率怎么样 如果大家自己 花时间 好好的去思想的话 你会注意到 这件事 其实太大的风险了 首先呢 他们肯定不可能 跟犹大 去做一个预约 所以呢 他是贸然地 在城门口守候 他有把握能碰到吗 几点能碰到 他根本就没办法知道 犹大能不能把它认出来 他在犹大家 待的可是不是一年两年 如果犹大认出他来就完了 另外呢 他是装成妓女 装成妓女 城门口这个地方 人来来往往 若别的男人看到他 怎么办 OK 就算一切都是你 那么他妈 我们来看 他妈仅仅能够骗到一次和犹大发生性关系 他能受孕吗 可能性高吗 我们再推断 如果他不能够怀上孩子 那么这场精心的计划 岂不就全盘落空了 那么按情按理来看 他妈自己打的这个算盘 基本上来说 它是没有多少胜算的一个冒险 能成功 这真的是小概率事件 我们再解到 我们再看他妈的危机 如果这事不成怎么样 他作为儿媳 他主动的勾引工工来行营 什么叫大逆不道 这就是大逆不道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接受 而且呢 这件事完全是他妈主动的引诱 责任全在他妈一个人身上 再有 我们知道古代社会对女性的贞接要求很高 那圣经里边呢 师真的这个抵拿 雅各的女儿 还有雅沙龙的妹妹他妈 终身都只能孤狼家中 那么他妈是成功的骗到了犹大 怀了运 但是他犹大不知道的时候说出了一句话 拉出他来把他烧了 那么这件事直接表明 他妈实在是冒着被残酷处死的危险 这里不细讲了 跟大家说一下 你用中文查大恶这个词 一共出现过十次都在旧约里边 这十次中呢 你会看到呢 前面七次都是关于淫乱 尤其是关于这个跟女儿啊 继母啊这些事情 最后三次是其他的 所以你会看到这件事 在神眼里是不容的 所以这件事实在是极其风险的 那么在这件事里边呢 我们会看到呢 他妈为了争取回到犹大的家 他在遍地都是罪恶的事上 在这个败坏道 以至于神都快拢不住犹大 这个雅各的这个家的时候 你会看见有一个弱女子 他妈 他不要命的拼命的爱上了耶和华 单单是因着神是好的 他甘愿付出一切代价 包括烧死 那么从他妈的角度来说 他妈是全身心的爱上了这位神 甚至我们可以说呢 他是单方面的一厢情愿的爱上了这位神 那么他看这位神 至高 所以他妈做法才是这种 错辅沉舟 背水一战 孤注一掷 他们有把握吗 没有 要不要搏一把 他妈的答案是 要 我们真的看到 一个人唯有看到 神比自己性命是更高的事 是值得付出一切的事 他才有如此的决心 有这样的心志 而他的心志 无处诉说 我刚才说 他是从他的角度来讲 他是单方面的 来一厢情愿的 或者说是 有个词叫什么 叫单恋 去爱神 那么大家想想 他妈知道 神知道他的心意吗 他妈知道神会不会帮助他 在他妈设计这个 这个手段的时候 我相信他妈是不确定的 他妈以为 他是一厢情愿的 可是翻过来 当我们看见 神出手的时候 我们知道 阿门 原来神生之他妈的心 所以神为他妈出手 虽然他妈的计划 本身里面含着罪 而且他的计划呢 任何一环出错 他妈都将万劫不复 但是你仔细地看 这个故事里面 实在是充满了偶然 这是不是让你想到另外一 圣经里另外一卷说 以色铁记 以色铁记有多少偶然 当我们把这些偶然都打开 我们发现 所有的偶然背后都是神在操作 成为必然 那么 在他妈的故事里面也是这样 首先 在那个城门口 他们顺利地遇见了犹大 而不是别的男人 第二 犹大一见这个妓女 就愿意跟他做一次皮肉交易 我括号里说不需要再等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犹大现在又这么一个放纵自我 如果头一天 他找过别的妓女 那么这一天 就算他在城门口遇到了他妈 他这一天可能就没兴趣了 对不对 他并不是每天都有这个需要的 所以这 这其实里面也包含着偶然 然后第三个偶然呢 他妈提所有要求 犹大都答应 交出了他的证件 如果犹大身上带着钱财 可以立刻支付 他妈不也是 成不了吗 最大最大的偶然 就是这么一次的 他们之间的性关系 他妈就怀孕了 然后你会看到 哇 神出手 让他妈还怀了双胞胎 你不觉得奇妙吗 你不在这里面看见 耶和华神在积极地支持他妈吗 那么我们继续接到 他妈 他妈得知真相之后 大为震撼 哇 原来 伊拉印城门口的妓女是 她的儿媳 他妈 原来他妈 自导自演了这么一出戏 骗得自己和她交合 原来他妈 根本就不要伸羊羔 只要那些证据 原来 这个怀了孕的 自己以为是行淫的她妈 怀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到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 到这一点 你想想 犹大会不会如五雷轰顶 天哪 她妈怀的是我的孩子 我碰见那个妓女是她妈 你要知道 以犹大的聪明 这个震撼 一下子把犹大 轰醒了 犹大醒了 犹大知道 哦 她妈这么多年 在土等回来 我对她妈性格的评价是 她妈坚定 刚烈 圣经里面 真的是最刚烈的女子 就是她妈 没有第二个 太了不起了 那么我后面写 轮到犹大深思了 她妈为了什么 其实这个故事 对我们基督徒 有很深很深的带领 你要知道 我们也像犹大 我们在教会里 也像犹大在雅各的家里 犹大在雅各家里 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很多的不开心 不喜乐 看到了很多的糟糕的光景 不想呆了 走了 我想问 你见过这样的经徒吗 你的教会里有这样的经徒吗 你自己有没有 因为这个教会待着不开心 然后换教会呢 这个情况并不少 那么当犹大 看见她妈 珍重这个家 这个犹大毫无所知的 耶和阿同在的家 犹大就在她妈的看见里面 看见了一个 他原来没看见的意义 她妈让犹大知道 她以前是瞎的 她妈甘心冒着生命危险 冒着烧死的危险 要回来 这对犹大来说 这个叫扎心 可以说 这也是为什么圣经在这里放下了 三十八章这一章 神使用她妈拯救了犹大 也使用犹大 来维持了 雅各 以色列 这个即将分散的家 这个即将要垮掉 要散摊子的家 又重新聚合起来 神在这里面的意义是非常深重的 神看重这个家 神用一切的方式保守这个家 最后你会看到 这个圣经创世纪 在后面花了好多章 来叙述 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相认的这个过程 这个曲折 这个波兰 花了那么多的章节 为什么 神要建立这个家 那么 这个家 我们要论一论 就像在教会 待了以后 都会觉得 哎呀 教会好像也没比社会好多少 这个牧师也有问题 也有名牧 会犯淫乱 等等等等 大家也常议论 但是 什么是 犹大的家 雅各的家 或者说教会 与世界不同的地方呢 因为这里面都是好人 是因为这里面有神 有神的同在 这是那个价值 这是 让犹大 后来在这件事上 能够明白的 所以你看到后面 三十八章之后 怎么样呢 犹大 带着他全家 回到了雅各家里 这就是神在这件事上的作为 这是我们应该看懂的 另外我们也实在要看到 因为有神的同在 所以毕竟 在神的家里 跟世界上是不一样的 就算是雅各家 有那么多的问题啊 那无论是 抵拿被骗 然后他们又屠城 然后又卖自己的地利 等等等等 那些 那些恶劣的这些 这些事情都很多很多 但是 你会 你仔细看 你还能看到不同的 比如讲 这个雅各和 雅各在哈兰的时候 他和拉班的关系 其实你不要讲成 雅各就是一个兽气包 拉班天天欺负他 不是的 你仔细看 他俩是一种互害的关系 你骗我 我骗你 对不对 那雅各没有骗拉班吗 他怎么做鬼呢 对吧 他做了不少的 自己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鬼迹的行为嘛 但是 如果你读到 三十一章 二十九节的时候呢 拉班追上了雅各 他本来想害雅各 他说出了一句话 他说 我手中原有能力 害你 大家知道啊 这个神在头一天 像在梦中 来警告拉班 你不可对雅各 说好说歹 所以吓得拉班 不敢做什么 只说了这么一句气话 说我手中 原有能力来害你 这是世界上的人 看到没有 你再翻过去 无论雅各怎么坏 作为一个跟神有关系的人 雅各从未起过这样的念头 对不对 所以啊 我们今天不花时间了 大家其实仔细看 你还是能看出 这个有神同在的 犹大家 雅各家 包括南俄米家 都是与这个世上的 这个 这个 环境还是不同的 有神的同在 就有神的管理 神的带领 就一定有 某一些 完全不同的地方 所以呢 你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如果你有 他妈这样的 敏感 那么 我们看 这件事让 犹大醒悟了 犹大悟到了什么呢 原来我要 弃掉的这个家 竟是儿媳 他妈 舍生 忘死 要进入的家 犹大要离开 他妈要进来 这就是神 借着他妈 成为一个 扎心的一根刺 然后呢 让他妈 让犹大 行了 下面我们讲一下 神 深知他妈的意 对他妈来说 他追寻这位神 不是为了有什么好处 单单是因为神是好的 他要回到的这位 有神的家里 哪怕委屈 哪怕吃亏 哪怕受伤害 他们 这是我们要认识的 他在这个家里 得了好了吗 前面的儿 后面的儿 男是什么好人吗 他认 受委屈 吃亏 受伤害 我也甘愿 这是我们 要明白 他妈的意 你如果去仔细读 使徒行传 你看看 你看看 他为保罗受的伤害 多数时候来自哪里 来自神的家吗 来自于犹太人 也来自于犹太裔的基督徒 甚至来自于 耶路撒冷教会 我们在这里 就不花时间讲了 好 我们下面看 他们不将眼光 局限在自己的悲伤痛苦中 他也不局限在自己所受到的 来自人的伤害 多数的人 对受到人的伤害 哪怕别人摆自己一眼 可能三天都过不去 那你看到他妈怎么样呢 他的见识是极高的 他只看神 只要跟神同在 就是好的无比 我后面引了 我写的照 我就想到生一生失的歌词 无论住在任何地方 耶稣同在 就是天堂 对他们来说 耶和华同在 就是天堂 犹大没有看到这个家的意义 他没有看到雅各的家 和世界的巨大的不同 他也没有觉得神怎么重要 那么所以他离了就离了 走了就走了 可是在他们正相反 我冒死也要回到这里 要找到这位神 这是他们特别的宝贵的地方 你要知道这个背后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一个叫价值观的东西 你看什么是有价值的 什么是好的 这是一个人到命的一个观念 三观都很重要 价值观在这里 就是你看什么是最有价值的 最重的 你去想想 马太福音十三章 主耶稣 这个提到什么 主耶稣讲到 是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的怎么样呢 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 遇见了重价的珠子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颗珠子 这就是他妈 他妈看到了更高的价值 所以他妈才不惜怎么样呢 践踏人间的一切道德礼仪规范 不怕刷风败俗 不怕为人不齿 他妈可以说撕碎了从亚当下巴犯罪以后 人所必有的一切的遮盖奋不顾身 只要得着神 真的是应该大大的为他妈说一声阿们 我在最后呢稍微比较一下路德他妈 很有意思哈 路德特点是温柔如水 他妈是刚烈如火 不管不顾的 路德是凡事遵婆婆之命 顺从听命于婆婆 他妈怎么样呢 自作主张 直接就去上了公公的床 路德呢 孝敬长辈 友善待人 他的名字就是朋友 就是友谊 他妈怎么样呢 他妈是顺服神 不顺服人是应当的 我就这么做 路德怎么样呢 就是巴弗里边那句 温柔的人有福了 他妈是哪一句呢 他妈是饥可慕意的人 有福了 所以他妈和路德 相比路德代表了那个善 而他妈代表那个意 所以什么是意呢 大家好好去想 圣经里的那个答案 就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 亚伯拉罕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意 这是神对意的定义 拿这句话去套他妈 他妈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妈的意 这才是称他妈为意的根本道理 这也是为什么犹大说 他妈比我有意 他妈的名字 这个意思就是棕榈 也是耶稣树 就是那个 样子和棕榈是一样的 棕榈的一种 在圣经中 棕榈它就是意的象征 意的化身 在圣殿里啊都会 这个这个雕刻 绣上棕榈 那么括号里 我给大家比哈 就是说路德呢 他善的化身 善的定义在哪里呢 在尼加书啊 大家都知道 六章八节里面说呢 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你看看路德这个善 是不是很像 行公义吧 好怜悯吧 他怜悯年老的男的女 路德谦卑吧 路德也与神同行吧 所以呢 他妈和路德 一个代表了善 一个代表了意 好我们看到啊 在神的手中 这一切成就了美好的结局 犹大因着他妈而感动 重回雅各的家 与众兄弟又团聚在一起 即使雅各没改 还让这家继续活在 抑郁痛苦的折磨中 怎么样呢 犹大和所有的弟兄 都不再离去 保持了以色列家的完整 然后呢 犹大 后来成为众兄弟中的领袖 也成为了大魏王的先祖 那么犹大和他妈的两个孩子 都归在了犹大的名下 神悦纳他妈对神的这份信心 把他列在了主耶稣的家谱里边 成为进入家谱的第一位女性 这就是神借着他妈 所成就的这些 让我们深为感动 那么下面呢 我要讲两个问题 一个呢 是 再怎么说他妈做得好 这个我没打出来 我口述 她妈跟公共行淫 这是一个没办法能够让人的这个伦理道德 能够接受的一件事 我们怎么解释 所以我前面讲了 她妈的计划里边呢 我们说呢 这应该也算是一个有罪的计划 这个是 这只能说是行淫 没有别的解释 但是 在 当我们明白他妈的心之后 我们看到 我们仍然可以把他妈的行为 不但解成义 而且解成极高的义 那么怎么解释 我们知道 主耶稣 在 这个 在福音书里面说过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 神的义 其他的都要加给你了 那么主耶稣的话里面表明呢 追求神的国 神的义 这是 至高的善 其他的都是其次 大家注意啊 这个 很高的善和其次的善 它不是一个量的不同 它是质的不同 那么当 这个至高的善 至高的义在这里的时候 其实圣经有一个原则 这个其实在 在世上我们也能理解 就是你违背其他的 比如说伦理 道德 那么 不能够 不能够 因此就抹杀那个至高的善 大家明白这一点吗 我以另外一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 救火车 所有的汽车 见到红灯都得停 但是救火车 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 它可以抢 抢红灯 闯红灯 不算为有罪 不算为 违反了交通法规 为什么 因为至高的善 能够cover 能够遮蔽 这个其他的 这是那个道理 因着这个道理 大家也很可以理解 在路加福音里面 那个主耶稣 对和他同定十字架的 那个强盗 说 那个强盗表达了 这个对主耶稣的信 主耶稣 马上就对他说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这个强盗 他行过异吗 他凭什么能得到 这么大的好处呢 他甚至也没有说 什么悔改的话 也没有认罪 主耶稣甚至连赦免都不说 直接天堂 明白吗 他马就配得这样的赞 这是关于 我们人 翻不过去的那个障碍 那个关于 行淫 淫乱那件事 我们怎么来看 我们回到圣经里 我们根据圣经来解道 那么 所以 我们 仍然确信 他嘛 有意 尤纳说 他比我有意 我在前面讲了 这个词 本身是 动词 不是名词 所以 而且这句话里面 原文里面根本就没有比较 这个词 不是说 跟我比他马好 他直接的意思就是 他是意的 根本就不是说 哎呀 他嘛 虽然也有点 有些 这个罪过 但是呢 跟我相比呢 他更吵一点 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 要讲啊 真正的难点 和解释 和解释错的原因 都是因为呢 这句话 圣经说 圣经借着犹大的口说 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使了 那么我跟大家讲啊 这实在是神呢 在圣经里面呢 有意的设置的一个障碍 神让犹大只讲了半句 没有讲后半句 后半句是什么呢 是 以至他马不能够回到我的家 所以这句话说完整了就是 他比我有意 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使拉 所以 以至于他马不能回到我的家 明白吗 这里边只是把后半句藏起来了 所以大家就 一面的 看见这句话就解释成 哎呀 因为我没有把他给我的儿子使拉 所以呢 就不能给前面两个儿子留后 所以呢 这个这就是我的不义 这就是他马的义了 明白没有 这是 这节经文之所以被误解 被解错的根本原因 就是因为 没有明白 其实后面隐藏了半句 但如果 我跟大家说 如果你把前面认真的读 读透了 明白了 根据全本圣经的 那个 那个一贯的 那个圣经的原则 去解到的时候 那隐藏的后半句 你是能读出来的 那么 这就是需要我们 真的更深的来 认识圣经 认识神的道 而不至于呢 在不求圣解中 自己 迷失 也误导别人 下面举一个例子 圣 就在这里结束 圣经呢 只写一面的经文 这种事情 是别的地方也有的 我举这个例子 圣经里边 出埃及记 民宿记 南宫书里边 都有这样一句经文 耶和华 万不以 有罪的 为无罪 都熟吧 这句话 你注意吗 这句话 从来没有 写出过 反过来的 另一面 也就是说呢 这句话 只说 耶和华 万不以 有罪的 为无罪 而不说 耶和华 也万不以 无罪的 为有罪 有人注意到 另一面 没写吗 这跟上面 那个情况 差不多 写了一半 但是 往往 你注意 那个没有 写出的 另一半 是更 惊人的 那没写 那一面 是什么呢 神 为什么 说 他 他不写 万不以 无罪的 为有罪呢 因为 神让 主耶稣 以无罪的 成为有罪 神子 耶稣 基督 他完全 无罪 却替我们 成为罪 这没写 出来的 另外一句 是 旷世奥秘 正是 神的拯救 所以 借着 今天的 这些信息 的分享 我想 跟大家说 说文 静而解道 这 将帮助我们 真正的是 在神的话里边 去明白 以至于呢 也愿我们的生命 也能够 让这个道 在我们的身上 道成肉身 以至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 耶稣 基督 在我里边 活着 这是今天 要跟大家 分享的内容 最后一点点 花絮呢 就不多说了 就是为什么 写上 他吗 不是他吗 不是这个 女子的 他呢 因为 圣经 第一版 出的时候呢 这个是在 1919年 当时的 没 中国文字 里边没有这个他 是第二年 语言学家刘曼农 创造这个他字 所以呢 这个出版界 有一个惯例 就是尊重原版 所以 多数的圣经 都 仍然 只有这个 这个 单理人的他 没有这个 女子帮他 好的 今天 我花了太多的时间 谢谢大家 参与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 谢谢 谢谢言行姊妹的 非常有亮光的时间 真的是 为我们打开了很多 那个神的奥律 我们也要像 叉玛一样的 那个 定经于神 我看呢 我们的 这个言行姊妹的 他的时间呢 好处也就是 他定经在神的身上 所以 他看出了 他的 他的那个时间呢 就非常的 有亮光 那么 在 我们的 有很多的 那个 在听了 言行姊妹的 那个 前面的讲座以后呢 对他的 这个 试经的方法呢 非常有兴趣 那个 向前快跑的 那个 刘姊妹 来了没有啊 向前快跑的 那个刘姊妹 刚才好像都还在了吗 那大家有 有什么 希望和那个 呃 颜老师交流的 呃 有问题的 我们都提出来 很生动 很 很 很精彩的 这一堂 扣 大家 有什么交流的 我们可以 啊 再 抓紧啊 用一点时间 因为今天 呃 我 我 我时间 用的比较多 啊 两个半小时 呃 大家也很辛苦 啊 大家都这么 嗯 啊 非常感谢 言行姊妹 就是在听这个 讲解的过程中 因为我这一段 时间也遇到一些 呃 比较焦虑的事情 但是就是 就就感觉到 通过言行姊妹的 这种解读 那种 他妈的 他的那种 刚烈 就是无论如何 都要回到神面前 让我特别感动 特别得着 嗯 真的非常感谢神 也感谢言行姊妹 真的有亮光 谢谢 谢谢 嗯 张台老师 每一次 都主持这样的 一个题目 都能够让我有得着 谢谢 哦 谢谢 看看谁 有问题 向言行老师 提出来 呃 大家 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在这里交流哈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 我要给大家提问题了 呃 呃 我要问一个问题 呃 就是 呃 为什么 他们能感觉 犹大说起来 是个很聪明的人 他们 你要知道 啊 那个时候的这个女人 嗯 没没读书 没文化 然后就是个家庭妇女嘛 他有 我再强调我们对神的敏感啊 啊 他们有这样的敏感 为什么犹大没有 啊 是需要他们来反过来刺激他 他才能感受到 那么 这样一个光 这样一个情形摆在这里 会不会让你反过来 来想自己 在教会待久了 会不会越待 我们也越来越变得迟钝了呢 这是要挑战我们的 啊 所以主耶稣说 在后的要成为在前的 我特别注意到 每次有 这个新朋友 信主 然后 呃 这个目到信主 受洗成为精神 他们做见证的时候 是他们特别的激动的时候 反而 在教会里待了十年八年精神 你让他站起来做个见证 他很难做出 那么 那么那么 很有 这个感动的见证来 所以我们啊 其实 是要 反过来 常常对自己 对自己的迟钝 有所警惕 所以圣经里面才会有一句话说 我的心啊 你要 怎么样 在美耶和华 你要不断的反过来 对你的心说话 你要昼夜思想 我们很容易流失的 好 如果 没有 那个 没有别的意见的话 或者大家下去以后再和言行姊妹 那个交流 那么我们请台湾的陈主任 陈宝国主任 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天父 你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 虽然我们处在很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体会到 我们都在神的家里 主 你让我们经过今天早上 姊妹所分享的 他妈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环境 对你家人的负面的影响 是何等的严重 犹大的两个儿子 都被迦南地的 这种罪恶的风俗习惯 所深深的影响 而他们都被揭杀 犹大 有这样的好的属灵的传统 但是他也是可以非常的松闲 能够活错的 好像跟世界的人 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我们感谢你 这里有一个女子 虽然从卑贱的一个环境中长大 但是他进到神的家里 他羡慕 属灵的福分 天上的祖父 感谢你 他被犹大称为是有益的 更有益的一个人 能够因此影响犹大 走在你的永恒的道路里 让犹大在整个雅各的家属中 有这样的一个地位 甚至大卫王都出自于这样的一个家族 我们感谢你 但愿主 我们有这样的尼哥地墓的平台 你也用我们不同 讲员 不同恩赐的弟兄姊妹 他们敬畏神 科目 神的祝福 这样的一个态度 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好让我们在这个败坏的世代中 我们如明灯 在我们不同的地方 为主发光 能够使更多的人 能够归向我们独一的真神 因为唯有耶稣基督 祂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感谢主 我们感恩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非常感谢那个言行姊妹 非常感谢那个陈主任 也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个我们希望 那个言姊妹的新约部分的 那几次我们期望的那几次了 现在我都把这个期望就放在这里了 也希望那个大家一起来参与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黎格迪姆真理追寻会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杨老师 谢谢 我刚才想讲 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 我觉得是 我先哭 那是 我们一起哭